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的突袭视频呢 我们继续来分享泰山英雄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 官方没有很大的一个动作 目前也没有新的副本 或者新的英雄的一个消息放出来 我也看了官方的一些相关的 Discord以及论坛 并没有相关的消息 官方目前呢 这段时间比较的沉寂 估计在酝酿新的副本 一个出来 因为之前说过会有一个 类似于爬塔的这么一个过关的一个副本 我很期待这样的PVE副本的一个设计 因为这样的副本呢 可能很好的能检验你的队伍的一个搭配 游戏性也会比较的强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这一期的泰山英雄介绍吧 那么这一期呢 我们到兽人英雄的一个介绍 兽人的泰山英雄还是比较多的 第一个英雄 宋王者 宋王者是一个生命值英雄 一技能是一个添加护盾 护盾是等于伤害值的20% 但是他是以攻击力作为伤害基准 所以这个英雄 他的攻击力比较低 所以这个护盾肯定会比较薄 二技能是一个单体攻击 伤害随英雄当前生命值增加增加 所以这个英雄 我这个技能 他的描述里也并没有写 生命值会提高一个伤害值的增加 所以我也不是很看好这个英雄的技能 因为类似于这样的当前生命值增加 我们可以看那个 山王这个英雄 山王这个英雄的话 他会写生命值在那个伤害基准里 所以这样的英雄的话 他肯定是生命值的增长会提高伤害的 那么回到这个宋王者 他的三技能是一个单体的攻击 施加一个百分百降低治疗效果 冷却深满是四回合 也目前不是非常的实用 所以这个英雄我不是很推荐 第二个是双辅兽人 真的长得和这个宋王者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一技能是一个降低防御的 概率比较低 二技能是一个单体攻击 生命值低于本英雄的话 为目标添加眩晕 也就是说这个英雄要拼命堆生命值 但是他的伤害却基于攻击 所以这样矛盾的英雄 我肯定是不推荐的 三技能也是单体攻击 移除目标两个随机的增益 说到这个移除对方增益的技能呢 我觉得我推荐另外一个英雄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到 暗黑精灵系列的神秘之手 神秘之手是偷两个增益 三回合的CD 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技能 我们再看回来 刚才这个英雄 他是四回合CD 所以这个英雄我也完全的不推荐 这个双斧兽人 接下来是盖拉克 是一个初始的四小强之一 这个英雄很多人说过 很多视频里也都介绍过了 但是作为我个人来看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英雄 因为首先第一点 他没有什么太大特色 一技能两次攻击 可以稍微用在攻灰boss里 二技能是群攻 能增加15%的暴击率 同时为他自己增加30%的速度 三回合CD 三技能是四次随机攻击 有概率触发降低防御 如果对方的减益比较多的话 能够触发60%的降低防御 这个用在攻灰boss里还算不错 但是几率还是太低 接下来是监刺者 监刺者这个英雄的话 他的一技能是两次攻击 二技能是为他自己添加增加15% 暴击率和50%的增加攻击增益 持续的话是两回合冷却深满三回合 这个英雄特点就是基础攻击力非常非常的高 1400是一个太三英雄里非常顶尖的一个攻击力了 三技能是一名英雄打三次 20%的暴击率增加冷却四回合 这个技能还算比较不错的一个输出技能 但是也是限定的场合会比较多吧 我个人觉得他作为一个纯攻击英雄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你不要指望他做攻击之外的更多的事情 所以这个英雄我个人暂时也不会练他 目前来看因为有很多输出型英雄能够替代 这个游戏一大特点就真的不缺输出 接下来是铁甲战士 铁甲战士这个英雄做的比较的酷炫 非常有欧洲的中世纪的这么一个启示的一个风格 但是这个头盔做的有点奇怪了 首先看到被动吧 被动是被治疗后会对所有敌人进行攻击 伤害与过量治疗值成正比 伤害等于50%的过量治疗 所以这个英雄其实很奇葩 如果你只伤一点血 然后我给你治疗很多的话 你能打出的伤害还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血伤的很多的话 他基本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一技能是单体攻击 是一个概率触发降低治疗 概率比较低 二技能是为所有队友移除一个随机简易 我看到一个随机简易 这个英雄基本就排除了 他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不推荐大家使用 接下来是雪豺狼 雪豺狼这个英雄是一个进攻型英雄 一技能打两次 二技能打一次增加20%的暴击伤害 三技能是单体攻击 几乎是一个护盾和阻挡伤害的一个增益 那么这个英雄的话 其实就是用来打一些特定副本的 但是打特定副本 我觉得之前我介绍过的 有更多更好的一个英雄 比如说蜥蜴人阵营里的蓝皮蜥蜴 他的一技能就是无视阻挡伤害以及护盾的 我们何必要去用一个英雄 他必须得用带有冷却的一个CD的技能呢 所以这个雪豺狼我直接不推荐 大家遇到可以把它当做材料 接下来是伐木者 伐木者之前是一个合成的一个材料 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做重复的合成 一技能是一个单体攻击 降低精准减易 那么这个降低精准减易的话 我不是很推荐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二技能是打两次 有一个概率性添加中毒效果 同时会有概率性添加一个降低速度 概率都不高 升满了是75%还算可以 但是作为一个有冷却回合的话 我觉得这个英雄作用也不是很大 三技能的话 随机目标两次攻击 会添加一个炸弹 那么这个技能存在 就为你的炸弹流的队伍 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炸弹的 一个释放的一个英雄了 所以如果你是在玩炸弹流的话 这个英雄可以考虑的 接下来是突袭者 突袭者的话 好像也是一个合成的材料 他的一技能是单体攻击 如果目标生命值高于斗士 则进攻两次 打两次的话 也就是处于在工会boss里有点用了 二技能是群攻 然后是概率性降低速度 比之咆哮者来说 我觉得这个技能实在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优点 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概率 升满了之后50% 三技能是一个单体的有眩晕 升满了之后是100%的概率 精准足够的话 这个英雄作为单体控制还是不错的 同时能够进行一个破防 而且他的一个光环是在阵萤木屑中提高13%的一个速度 这个英雄整体来说除了速度比较慢 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但是我个人不是很推荐 他的推荐评分 我给的也不会很高 我不建议小伙伴们练这个英雄 接下来是图腾刺客 图腾刺客的话 是我开始玩这个游戏里一个比较看好的一个英雄 原因就是他的一个三技能是一个群攻降防 我当时是为了寻找一个群体降防的英雄来提高我的群攻技能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看中了他 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降防 虽然只有30% 二技能是单体攻击移除目标一个随即增益 概率50% 然后同时为他自己添加15%的持续治疗 特点嘛 不是特别的大 属于什么都有 但是什么都不惊 一技能是单体攻击概率太低的一个中毒 直接忽略 所以这个英雄他的唯一特色就是在竞技场里 你让他的大招先放 然后再用你的输出进行一个群检防 当然前提是你没有更好的群检防英雄 接下来是射文老兵 这是这个阵营里我最最最推荐的一个英雄了 我跟很多很多小伙伴都说过 你但凡没有泰瑞 没有佩德玛的话 射文老兵是你的首选 这个英雄的降低攻击的能力非常强 一技能打两次 35%概率 深满是50%概率 触发50%降低攻击 同时他是伤害基于防御 所以这个英雄他是一个防御型英雄 伤害基于防御 还有这样的降低攻击的效果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选他呢 所以这个英雄毫无疑问 你拿到手 只要你没有泰瑞 没有佩德玛 一定会练他的 他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 二技能是一个单体攻击 目标被击杀为所有队友添加暴击率 这个技能相对比较鸡肋 属于看场合使用的这么一个技能 三技能是一个群攻 50%几率施加阻挡增益 持续一回合 伤害水英雄最大生命值增加增加 这个的话 不但我们可以堆他防御 还可以堆他生命 所以这个技能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技能 总体来看 老兵在打攻会boss的时候 唯一的弱点就是 我们需要注意用手动操作 但如果你的伤害非常足够的话 让他自动操作也无妨 就怕减攻击这个debuff断挡 一旦断挡 boss会打你非常非常的疼 接下来是女猎人 女猎人的话 他的一个英雄的话 也是一个老模板吧 但是他是一个新出的英雄 一技能打两次 概率性触发眩晕 二技能单体攻击概率性触发虚弱 三回合冷却CD还算不错 这个概率升满75% 这是一个上虚弱的 非常不错的一个英雄 三技能的话 为自己添加暴击率和增加攻击 不是非常的推荐 他整体的面板还算可以 攻击力比较强 但是速度比较慢 这个英雄也是看着来仰吧 我个人觉得 你如果实在十分的缺虚弱 这个debuff的话 可以考虑他 那么整体来看我们的这个系列 就剩下最后四个阵营了 我会尽快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 把剩下的四个阵营的一个介绍给做完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一个 胎四英雄的一个详细介绍里 那么胎四英雄的详细介绍呢 小伙伴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告诉我 那么关于胎四英雄的介绍呢 之前我也做过几期 然后反响也比较的不错 小伙伴们觉得像钢铁骷髅那一期都比较的受益 那么目前我也很犹豫这个胎四英雄到底该怎么做 是一个一个英雄做呢 还是说我先把我优先推荐的 我认为的 比如说top20 top30的胎四英雄先做完 然后再把剩下的英雄做了 也希望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呢 能在下面留言给我提一些建议 我也更好的做下一步的一个准备 毕竟胎四英雄的介绍的话 我会在大概一个多星期左右的时间内会推出来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同时别忘了给我在下面留言 给我做下一步的胎四英雄的视频提意见哦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